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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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在下半年的公告目前是到112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在30万里面可以向1.3%超出30万的部分 这是可以向1%的活除利率无上限 他在上半年的公告是20万里面可以向1.5% 而这一次呢提高了活除范围从20万上升到30万 但是呢活除利率则从1.5%下修到了1.3% 我自己个人认为是稍微有一点点可惜的 因为呢30万1.3%其实跟Ritra救护是一模一样的 而我每次在介绍Ritra救护的时候呢都会提到远延的Banky 远延Banky里面坎呢都可以向1.3%活除利率无上限 那如果说你今天有透过0.5%的申办 只是可以向半年5万块2.6%的活除利率 所以呢将来银行调整成30万1.3% 说实在是有一点小可惜的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不想要把钱搬来搬去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把钱继续放在将来银行里面 每个月呢可以想要跨转66次 以及跨提6次的免手续费优惠 但是这一次啊将来银行给的先护理算是非常的优渥 你见着透过0.5%的申办便且符合条件最高 就可以拿到700点的开护理 他这次的开护理是属于地下室的 包含了首次登录APP想要的300点 再加上了账单扣角最高300点 以及呢透过0.5%的加码的100点 再加上账单扣角的部分 你只要成功扣角一张就可以拿到100点的回馈 那最多呢就是可以想要300点 所以啊我觉得他这次的新护理 其实给的算是蛮不错 就算你今天不想要缴费400点也是算不错的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活厨上面没优势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他的签帐几种卡还是可以拿出来使用的 这样的卡的部分一样是到112年的12月31号 一般消费从1.5%下丘到1%的点数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指定通路的部分则是可以想要6%的点数回馈 请问加码5%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25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5000块 他的指定通路在购物的部分包含呢 UNIQLO啊小北百货等等 而交通的部分则包含车马戟台湾大车队 而在餐饮的部分呢 包含了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QBurger 五十兰清新万博跟康拜 所以啊如果说你很常喝饮料或是很常去数十电话 或许这张信用卡可以变成一张数十神卡 只是我觉得这次比较可惜的是 他的指定通路直接排除了海外消费 接着你今天早在礼拜六消费呢 就可以在额外往上叠加4%的回馈 所以在一般通路会来到5% 在指定通路的部分则是来到了10%的点数回馈 加码4%每个月的回馈上限呢 是100点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2500块 目前这个活动啊是关到到112年的9月30号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在海外想要5%的话 就只能在礼拜六消费才可以拥有 但是如果说这张信用卡的指定通路是你很常使用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在下半年他的条件也不算是太差哦 尤其呢这次的新户一口气直接给到700点开户里 其实算是非常的优渥 最后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这一场到明年3月10万块以内的5.88%活除利率的数位账户 这个数位账户就是星光OU的数位账户啦 目前是到112年的12月31号 旧货优惠跟之前一样是没有做改变的 你先找符合条件呢 最高在20万里面可以向2.4%的活除利率 他活除利率的计算方式就是排告活除呢 在额外往上叠加1.6% 条件呢就是每个月必须通他行单笔转入2万块 以及呢必须绑定指定的电子支付 接着利用电子支付消费或者是储值 而消费或储值的金额呢 就会变成下个月活除范围的金额 举例来说如果你在EKATO money上面储值20万的话 下个月就可以想要最高20万里面2.4%的活除利率 他这次还有推出一个不分性救护 美金2,888元以内呢可以想要10.88%的利率 他这个利率计算方式呢 就是排告的利率在额外往上叠加9.73% 如果说你今天把钱存在里面的话 就可以想要一个月10.88%的活除利率 接着在于新户的部分 我觉得算是蛮有诱银的 你今天老师新户申办就可以想要3个月10万块里面5.88%的活除利率 他的利率计算方式就是排告利率在额外往上叠加5.28% 他呢会在申办过后的次月开始寄席 如果说你在今年12月申办呢 就可以在明年的1月到3月之间呢 想要10万块里面5.88%的优惠 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你今天是新光OU数位账户新户的话 其实蛮值得申办 如果说你今天是新户申办的话呢 就可以想要188元的开户利 但是这边我有帮大家争取到了额外的加码优惠 假如你今天透过0月申办呢 新户就可以再额外加码50元给你 所以最高呢可以拿到238元的开户利哦 所以如果说你还没申办过的话呢 真的强烈建议可以把它申办下来 那跟新光OU数位账户呢 互相搭配的当然就是新光OU点点卡啦 目前一样是到112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符合条件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 可以享有3.5%的现金回馈 穷加码2.7%每个月的回馈上下是25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9259块 它呢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今天必须申请电子账单 并且呢设定数位账户自动扣交 这个活动呢是用名额限制的限量9500名的名额 我自己觉得新光OU数位账户在下半年 算是一个蛮黑马的数位账户 所以如果说你之前都还没开户过 或者是在观望的话 真的还蛮推荐你赶快把它申办下来 最后想问问大家 你满意目前下半年的活动公告吗 1.还不错 2.尚可 3.很差 4.其他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影片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支影片呢 不要忘了喜欢 或订阅我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 我每次上期的影片 想要关注更多的生活动态 都欢迎followinstagram或赞赞粉针 可以邀会员帮助我创更多 今美优良的朋友训练 我跟下期见了 今天整理优惠及时通之后就发现 我今天好像要拍三支影片 那这支影片是第一支 因为优惠及时通的东西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一次拍那么多的细节给大家 所以呢可能会翻三次拍 那当然也是好事啊 其实至少有一点库存 那当然其实我的库存除了优惠及时通之外 我比较多的库存都是访谈 因为访谈一次基本上我都访谈一个小时 然后上次访青牛君我直接访了两个小时 所以我不知道青牛君影片会剪成奇迹 就大家拭目以待 那我觉得星光欧优惠账户在下半年确实是不错 只是呢 他昨天公告的时候是闹了一点小乌龙 就是呢 他原本公告是救护10万块里面2.4% 接着呢就紧急又调整 然后变成了20万里面2.4% 所以呢我觉得还蛮妙的 但至少是往上的调整 而不是往下 前阵子我不是拍一个国泰子账户吗 他原本是5万块里面3.5% 但是呢 他突然调整了他的回馈公告 从7月3号之后就变成5万块里面3% 我是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 就是调整的有一点太快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默默调整 都不会有人发现 但殊不知就还是被发现 所以呢如果说 你有要把钱放在纸账户里面的话 可能就是要再额外注意一下 我觉得这样子是蛮可惜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存放的话 我觉得算看影片之余呢 你还在存放之前 你还是要再去找一下说 是不是真的像影片讲这样 会不会他突然又有一点更改 或是多一些条件 影片来不及及时更新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大家在存钱啊 或在刷卡之前 还是记得要再关注一下他的条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